而根据外国媒体的揭露 俄罗斯有一群高官围绕着普丁 足以影响到普丁是否要开战的决策 详细内容请新梅来说明 我们来看到外国媒体现在在点名呢 在普丁的身边其实有一个好战的核心圈人物 称他们作战争内阁 而在这个核心圈当中呢 他们大多都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就是通常他们都是出身的俄国KGB 还有就是呢都具有鹰派的呢 这个冷战思维 而当中被认为在核心圈当中 最具有权力的就是他 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瑟夫 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曾经批评说 美国可能想要让俄罗斯完全消失 不再是一个国家 从言论当中你就可以看出 他对于西方呢可以说是比较敌视的 还有这一位呢 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的局长 叫做呢这个博尔特尼科夫 他领导着呢这个KGB的后继组织 而且牢牢掌控着俄罗斯 成千上万的拘留呢 跟监禁的名单 而他也被西方世界认为 就是呢普丁的反对者 纳瓦尼中毒事件的幕后黑手之一了 还有一个人就是他叫做呢 拉美什金 他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 曾经呢在过去接受间谍训练的时候 其实就跟普丁呢是相似的 这三个人其实他们都具有KGB的呢 这个背景 而且呢甚至有些是出身呢 这个情报机构的 而还有他则是国防部长 叫做呢少依谷 他其实跟呢普丁呢交情是非常好 两个人还曾经一块呢 前往西伯利亚去打猎 而在2022年上任以来 他就陆续参与了包括了俄罗斯 入侵呢克里米亚跟干预续利亚等行动 当然除了这四个人之外还被点名的包括俄罗斯的呢 这个总参谋长以及呢普丁的幕僚长 还有呢外交部长 以及被称为普丁私人银行家的这个俄罗斯意外富豪 科瓦丘克 而这些人现在也被认为 可能就会出现在西方的制裁名单上 那么呢这个制裁到底对他们有没有用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普丁的支持力道呢 就有学者认为西方制裁呢 可能会让他们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资产缩水了 可能只剩下呢原本四分之一的价值 再也看不到他们原本的游艇 不能呢再去他们的豪宅 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普丁的支持力度 可是有更多的呢 学者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我们来看到这一位俄国的作家 他就说了这个西方加重制裁 将会导致俄罗斯更加的孤立 孤立之后反而让俄罗斯的人民呢 他们是越少接触独立新闻的来源 反而这样子一来 就是让呢俄罗斯的独裁政权 是更容易来管控民众 他甚至下了一个结论了 他说当西方的制裁越多的时候呢 那么对于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独裁政权来说 反而就是越稳定的 同样的看法也在这一名俄罗斯的学者身上 他说西方的经济制裁 其实反而巩固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普丁 他这一些呢战争内阁说称是既得利益者 因为呢他们成为了俄国经济 自给自足的最大受惠者 所以制裁可能反而是有反效果 早安新闻给你满满的元气 锁定东山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帮我们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